羽頭 哈囉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黃日婷 我的綽號是不喜歡放在 放在火鍋裡的芋頭 那我今年23歲 我是彰化人 我的興趣呢除了跳舞之外呢 還有畫可愛的插畫 那我現在是一名插畫家 那我經營的插畫品牌叫做 浴室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謝謝 那我現在身上的這個小畫件 也是我自己設計的商品喔 一起來跳舞 那我的另外一個很大的興趣是吃美食 大家有好吃好喝的可以推薦給我 那我接下來要表演的歌是 少女時代的出道曲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很符合整個 我們22個人 到現在16個人走到現在的 心境的歷程 然後希望把這首歌送給大家 謝謝 然後跟蹦蹦 我玩我的 ukulele 我們是你 我會在這首歌的歌 我會在這首歌的歌 看汀 会不会 之前 什么 这 也就是 我 终于 姜丽婷 那今天我们邀请小安的问答 哦 首先 舞台舞台的表情非常好 你能说韩国语吗 那你在跳舞的时候你的表情非常好耶 你会讲韩文吗 稍稍 哦 稍稍 哦 因为 因为 舞台舞台 韩国K-POP 韩国K-POP 따라说韩国语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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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安会这样问是因为他一边跳舞的时候一边对嘴的关系 所以他觉得 哇 很厉害 很神奇 那他想说你怎么学韩文的呢 因为我之前在台北念书的时候 加入K-POP的舞团 那一直以来都是自学K-POP的舞蹈 然后在跳舞的时候呢 就会研究韩文的歌词 一直听一直一直一直听 然后把它记起来 哦 그리고 也计算当时 제가 그림 그리는 걸 봤었는데 좀 기대했었는데 오늘 안 나와서 조금 아쉬웠는데 만약에 윙스타즈에 들어온다면 윙스타즈랑 같이 그림이랑 할 수 있는 게 뭐가 있는지 어떤 걸 해보고 싶은지 궁금합니다 나 나 나 那我自己也拍得开心 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 想要帮球团设计周边商品 그리고 마지막으로 댄서팀에 4년 정도 있었다고 했는데 만약에 이제 윙스타즈가 뽑히게 되면 사실 윙스타즈 일도 굉장히 많아서 바쁜데 어떻게 활동할 생각인지 有看到你在 K-pop的舞团待了4年吧 假设你如果被選为 윙스타즈 因为我们之后会非常的忙碌 那你会怎么去分配时间呢 我有跟我舞团的朋友们沟通好 就是他们也很支持我加入这边 那舞团的部分我可能就会先暂停 但是我之后如果 像是我放暑假或寒假有时间的话 还是会想要回去跟他们一起跳 那当然还是会以 윙스타즈啦啦隊为主 辛苦了 谢谢 好棒 谢谢 好的 谢谢小安也谢谢玉婷 你现在之后你就会把